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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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信 这也是可以啦 改一下你们就看 这很快的 公司的地位的重要性 自我价值 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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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在公司的 的 不是的 的 重要性 这也好啊 这也是一个题目啦 对不对 像这一题 我了解公司 重视哪些工作 这个跟自我价值无关 我是否了解公司的运作 这可能 不是那么适切 所以这里面只有 三题可以用 好 这里有 员工如何使自己 学习经验更加前进 这个好像自我价值有点 不是那么好 有没有同学可以想出一题 加上去的 这有三题啊 改过以后三题都可以用了 你看喔 我了解自己在公司的重要性 我非常同意 我同意 我不同意 合理吧 念得很顺吧 我对目前的工作很有自信 我同意 我非常同意 也可以啊 公司能认同我的工作 我同意 没有问题啦 那你前面第一个 工作的满意度 已经弄好了 从主顾关机里面的第一个 做好了 第二个自我价值也出来了 有没有问题 很好用啦 所以呢 我把这三个也把它抓进来 这三个 我这个就不要啦 这个三个我把它抓进来 那个 这个什么 自己的学习经验更加改进 这也有点问题喔 不是那么理想 那我可以把 我可以放在这里 好 然后呢 这个都不要 我这做好了 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假设 假设你们要注意 要做那个 比较 比较 比较完整的做法 应该是这样子 比较完整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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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不会忘记 不会弄错的 就放这样子嘛 主顾关系嘛 然后呢 这个把它变成什么 这叫什么 自信吗 刚刚讲叫什么 记得吗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自我架 好 那 那如果我要把它做成 完整一点的话 我可以这样做 学院 以还留下 iße 台湾 花了一些时间 從最前面的這裡 同學們去分工做出來的東西 會整成為這樣子 而且這裡到目前為止 只不過是到這個地方 自我價值而已 主顧關係跟自我價值這裡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題目 變這樣子囉 如果你能夠把握 像我剛剛這種做法 你把握起來的話 應該是很容易把你的專輯做好 好 我們來看 後面部分我就不一個一個去檢視 我告訴你們問題點囉 先注意聽喔 這一題 有誰告訴我 這一題的問題在哪 我把它放大一點點看 有同學告訴我這一題的問題在哪 來 加分 有誰告訴我這一題問題在哪 這一題目有問題 我已經告訴你有問題了 大家看一看 如果我們把同一程度也放進來 同一程度 假設同一程度都在這裡 這是同一程度 假設它是同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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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認為這個題目有哪一些問題 念一遍 您的年齡和工作組別 是否和您規劃的一樣 這問題在哪 如果同一的話是同一什麼 不同意是同一的地方 問題在哪 這一題問題會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一個題目是有問題的 是不好的 那如果這樣子就是 第一個問題 詞意 要注意每一個題的詞意 像剛剛到現在為止 都還在詞意的部分 對不對 一個句子的詞意 有沒有別的部分 如果說你要覺得規劃不好 那你要做什麼 用什麼改變 這個叫做 看這邊 這叫做成就感 這叫成就感 題目叫成就感 您的年齡和工作組別是否和您規劃的一樣 這是成就感 成就感 年齡跟工作組別 是不是有點問題 年齡要不要放 如果年齡不放 就已經可以把很多問題解決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還是在詞意的部分 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再往下看 到現在為止 很多都是詞意的問題 我剛剛看 這個題目不好 來 我跟你講 這叫做什麼工作態度 好 這一個 這個題目不好 這個題目不好 這題目為什麼不好 它題目叫做投入 工作態度的投入 那我說它題目不好 如果這是議題的話 它議題已經把所有題目都蓋掉了 工作投入 他說你對工作投入嗎 不是這一題就已經把所有都問完了嗎 那還要其他題目嗎 不要嘛 所以呢 那題目呢 題上 題上 涵蓋 題下呢 我們叫做涵蓋因素 題目已經涵蓋因素 題目已經涵蓋因素 題目可以用嗎 不能用吧 這樣懂意思嗎 我既然一個因素要三到五題 才能表達這個意思 那我乾脆如果這樣我就不要問 我就問說你的工作滿意嗎 滿意不滿意 滿意就好啦 那不要問 那為什麼 好 那又有一個想法了 為什麼要問到三到五題咧 我問一題不就好了嗎 因為當你問一題的時候 你說你工作投入 你工作投入嗎 我很投入啊 可是 工作投入有很多東西 很多題目 很多內容 他說我覺得我工作投入啊 那我必須要從 很多小題目問出來說 原來你工作是投入的 我問你說你工作 工作態度好不好 我不會問你工作態度好嗎 我很好啊 那我會怎麼問 我會問說 你大概一個月 你會遲到幾次 這是一個題目嘛 然後你又問說 老闆如果要你去做事情 你會很情願嗎 心甘情願嗎 我又再問你說 當老闆 當你工作做不來的時候 你會請別人幫忙 還是說 你會把時間拖延下去啊 那也是工作態度啊 對不對 所以你會很多題目加起來 那叫做工作態度 很多題目加起來得分叫做工作態度 所以這一題不能用的原因 是因為它題目涵蓋了因素 整個涵蓋了 就沒有達到那個題目的意義了 好 再來 我再看一個好不好 你是否有額外的活動或聚會 它是歸在福利 它是歸在福利 歸的位置大概還好 歸的位置還好 那題目是什麼 什麼 額外 額外活動 額外兩個字還在詞意嘛 對不對 然後 其項有沒有涵蓋 不會涵蓋嘛 你跟我說 如果是你會講非常同意 還是同意 還是不同意 還是非常不同意 如果是你會答 這一題 員工 你會注意 員工是否有額外的活動或聚會 你再去 你的福利嘛 你會很在意 譬如我題目說 員工很在意 額外的活動或聚會 你會同意嗎 你的同意會 你一二三四五 你會選多少 五是最非常同意 一是非常不同意 你會選多少 五 你非常同意這件事 意思是說你很在意對不對 那我問你 你是在意活動 還是在意聚會 我不知道你是在意活動還是聚會 你說非常在意 那如果說你 好 也許你說非常在意 兩個都很在意 那如果你回答是 我不在意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因為你其中一個不同意 不是兩個都不同意 或者兩個都不同意 我不知道 所以這叫什麼呢 這叫做一題多問 不能一題多問 一題多問 那個題目出來 到底是答對還是答錯 不知道 所以不得一題多問 這樣懂嗎 好 像這一題也不好 這一題也不好 那有誰跟我講他不好的是什麼 這一題也不好 有誰跟我講他不好的原因在哪 為什麼說不好不是那麼理想 我覺得我們題目呢 如果有程度的話 有程度別 單向程度別會比較好 如果有程度單向 你不要多於少 多或少 多或少 單向 題目要肯定 詞意要肯定 題項不能涵蓋因素 一題不能多問 以單向程度來呈現 這樣知道了吧 這幾個原則抓住喔 你問天就可以 很有效度的 好吧 那今天我們的部分先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下禮拜我會把這個整理好給你們 好 下課